例如我要去看医生 我遇到这情况之后 肯定不舒畅 要去看医生时 如何治疗 因为我担心经常吃射药 我自己去药房买 吃了射药后怕会依赖 治疗程序是如何 治疗程序是刚刚要看 整件事是如何形成 例如饮食习惯不好 我们就要改饮食习惯 饮水不够 就要多喝点水 如果肛门由于有痔瘡变形 我们就要帮他搞好痔瘡 又或者他人很缺乏运动 我们就要帮他搞好运动 所有这些事都要一次看 照顾了 没有一个说是所有 每一个人都对的方法 明白 我问多一个问题 我想老人家常常会搞这首歌 是否座椅坐热 你不要坐 坐下会生痔瘡 是否真的这些事 太阳晒完的炸椅 或者椅很热 你坐上去 不然会生痔瘡 是否真的这样 其实应该不会 所以我也听过很多次 或是否座椅是否像小伙传 人家坐座椅热 传菌给你 大家都有穿褲 应该没有传染性 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尋常 我会听到的事情 是否菌 刚才说是血管曲张 其实不会 不是菌 并不是一个传染病 即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坐得久就会压着神经 令到植物曲张 最主要是因为血流增多了 肛门的血流为何增多了 躺得多是会的 躺得多也会 躺不会 坐普通高度的椅子 少些机会 但如果坐一些很矮的椅子 坐梳化坐得太久 由于屁股坐得很低 所以里面的血池 继续会多 再加上如果经常吃一些很辛辣的东西 其实 很厉害地说 即是口会辣 同一时间肛门 其实辣椒出来的时候 都会辣掉 太热 其实大家可以试试 吃辣的东西 你的嘴唇会会肿肿 麻辣的火鍋 没错 其实肛门的组织 和嘴唇是很相似的 然后麻辣火鍋 会令到另外一边的嘴唇会肿肿 即是麻辣会掉入屁股 屁股出来的时候 一样辣一次 辣一次 然后它也会肿肿 那过程会产生痴瘡 而且酒精也是会的 如果喝酒喝得多 人的肛门不是红薄薄 青筋会燃光 肛门的青筋也是会燃光 真的很多 吴医生 休息一会 再回来问吴医生 究竟整个治疗 已经做了蜥蜜 我们已经撤除了 或是我们发现 很严重的腸癌时 我们如何去医治 如何去处理 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